大家好,我是小羊 今天来到了福特4S店 来给粉丝提一台 我身后的这一个福特福瑞斯 这是一台三缸车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提的这一款车 到底怎么样 今天提的这一台福特4S是 21款1.5L自动钻石版的配置 有这个日渐行车灯 还有LED远禁光灯 1.5L发动机 匹配6ET变速箱 对了,发动机是三缸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技术还是非常先进的 这个车和别克英朗 雪佛兰克鲁德这几款车 是静体车型 像英朗和克鲁德 都是三缸四缸内容胶主 这一个车现在只有三缸 所以说销量不太好 毕竟大部分人的雇车需求 还是偏向于四缸的比较多 福瑞斯的车逐级是268T 车身的设计比较简约大级 前列也换了嘛 以前是马丁脸 现在让大家看一下 这款车的内饰吧 那是比克鲁德和英朗要好看得多 双联屏设计 这是它的一个装弓台 先打招活 这个车有一键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功能 液晶的仪表盘 这是它的一个镇控显示屏 功能还是挺多的 就我现在摸的这个地方 这是皮质的 福瑞斯这款车的设计 还是用料比较足的 也是手刹 6AT编子箱 车现在给大家说的差不多了 你们认为这一款车值得购买吗 前几天 前段时间吧 我当时连续提了好几台车 都是这个福瑞斯 当时他们考虑的车型也比较多 最终都选择了这一款 前几天提了那个福克斯 当时也没有拍视频 所以说今天提一台福特车 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店里边的暂停 等待最后的手续办理 因为我们下午3点半才到瑟斯店 现在已经5点多了 两个多小时天都已经黑了 今天肯定让客户替走车 当时订车的时候都答应过他 好了 把林牌给贴上 现在才6点多 天都这么黑了 瑟斯店的工作人员 现在正在给客户 讲解车上的一些功能 说了都快半个小时了 骑车搞定 好慢走啊 好 感谢观看